心想傷害人傷害人 性能傷害人 脫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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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r 在一個場合 創傷害人 胖脫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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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 當然在有一些項上 譬如說什麼法一旨 不管是 înt mm 我要這些心 或者這種法一旨 其實一旨就是我這一念心 這一念告訴大家要老實下手的地方 就醫這個 雖然項上有醫旨什麼樣的發心 形象 但是告诉你 那个发心那个形象 就是让你这一个 想要医治这个法的 那个心赤诚 将来你会去 能够真正启用 是真医治 所以那个医治到时 这不是 只是人跟人之间的 这样子一定要的 这些相处 不一定 但是过去 有如是赤诚相骨 不管你碰到哪一个善知识 你碰到有那个赤诚相骨 你但要那个赤诚 理尽的心 你将来会发现 你心里面 就能够萌生如是的行为 起成如是作用 那是真医治 医治是在那一年间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医治五十三位善知识 但他医治的五十三位善知识 将来就是成就他 一心一致 从来不说二心 所以有的人认为 善财童子在家人 他那个 你的善知识都在家人 谁跟你讲那是在家人 那是法性限量 你善财也是你的法性限量 你不管你是在家人 我是出家人 你最初那个念念之间 懂得在决心上参学的那一念心种 那一念德相就是善财 那一念德相在你心底的深处 那叫浮沉冬济 那是根本在一些感受的 那个元老元末 感受现前叫元老 那就是在一些元老 元老 因缘的元 元老元末当前 它是最初的那个灵明 你要从那个最初的灵明开始参 就是这样 你在每个感受参那个灵明 你在每个感受参灵明 所以反过来用这个灵明 参一切感受 叫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所以那个善财 是你的浮沉冬季 冬季就是太阳出照之时 决心出身当下 那他参呢在哪里参 他当然是在一切 在禅中参 在禅中参嘛 但是过去在禅中都是流浪 现在看到在禅之中 都是不断的回光的导引 所以都是在禅中 在禅中的名相 你综合如是一切五十三餐 在禅中的名相 禅中的名字跟现象 再看那一念善财童子的发行 那一念赤神 何如是像 何如是法性的像 回到当下来 就是我们出家线的身相 身中 实际上 不用先出家 他们都是在家 所以有些人 因为不用心参悟 从来不明白 如是心固 看一切文字 还用自己过去凡夫的心中的 那种卑劣现象 去解读经文解读名相 甚至也把经文之中的法性限量 就剁在红尘之中的执着 所以他永远 读过文字都不能启发他的心 但是你要是发对了那个发心 你要是心中的方向对了 你再读一些文字 你都会发现那些文字之中 他都在教导你 都在指引你 都在告诉你如何理想 如何见性 心对了 那都是见性的法门 见山见水都叫见性 心错了 是山是水 全然的流浪 都叫流浪 越人